哈囉大家好我是Aster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平常綁頭巾的一些簡單的方法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就可以繼續看下去囉 那像我平常在選絲巾的時候呢 如果我想要偏素一點的話 我會選擇有這種 就是整個是有一個整體的底色 然後上面有一些圖 就是彩色圖案的絲巾 因為我覺得絲巾如果是素色的 看起來綁在頭上就很容易像做壽絲的師傅 所以我會選擇有花紋的 我甚至會選擇像這一種 有幾何圖形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上下的圖案是不太一樣的 可以依照絲巾的花紋去對折它 改變我今天想要露出來的部分 這樣就會有不一樣的造型 這也是一個蠻好的方式 所以如果你平常選絲巾 最好就是可以選有色塊的 或者是顏色比較 繽紛一點點的 我覺得這樣子是看起來比較有造型的加分感 然後把它在一些對角的地位置 對折 對折之後呢 再對折 折成三角形之後再對折 然後再對折 對折到只剩下三個手指頭的寬度的時候 我就會停止了 一般髮帶的寬度 我平常會綁一個非常簡易的包包狗 像現在這樣子 有些人他有剪瀏海 就是長頭髮以外他前面有剪 可能差不多跟臉差不多齊長的瀏海呢 也可以留一點點薄薄的像這樣子在前面 就讓它有隨性的感覺 那我的話因為我有斷髮 所以我就是用我的斷髮來當這個簡單的瀏海這樣子 然後第一種呢 真的很簡單 就是用屁股想都會用的一個方式 就是這個直接把它繞到後面 然後綁起來 像我平常如果想要把整個頭髮收起來的時候 就是像我會把我的頭巾稍微放在我的髮際線這邊 就剛剛好這樣子 然後就我的頭型就是很明顯的一個蛋型 而且我這邊的胎毛也可以被我塞進去 整個臉型會看起來比較乾淨 然後比較不會零零散散的感覺 這樣子就是最一般最清爽的樣子 你看用屁股想都知道怎麼做吧 那再來第二個呢 我會把它稍微往後推一點點 然後再把我的胎毛 et the cobra 毛 Pandemie 毛鬚 全部拿下來 如果你平常有 那你是有剪短瀏海的人 有沒有 你就可以剝顏稍微這樣子薄薄的一層 就這麽薄就好了 盡量不要太多 因為太多很大拙 看起來有點奇怪 而且 很熱 都會黏在這裡 會有點舒服 像這樣稍微把它轉一轉 它就會變比較�iceps 在旁邊 不然它就會這樣一片 看起來很髒 如果你也是很Care 像這樣子的話 有這個頭皮跑出來的樣子的話 你可以用眉粉或者是 或者是用修容去把這個打黑 這樣看起來就比較不綿綿 那因為我想要它包覆性更好一點 所以我會把頭巾拉斷 看起來就比較少女一些 跟我剛才全部收起來的那個感覺就完全不一樣 頭巾的變化其實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擺在前面擺的位置會影響你的一個造型的整體感 所以你看像這樣差一點點 這就是第二個造型了 就很簡單啦就是像這樣就是一個少女的感覺 然後後面的頭髮也被收得很乾淨 看這裡 它是寬寬的就是不一樣的造型 第三個造型要綁的地方呢 就是我們綁包包頭的這個根部的位置 有些人會這樣綁就是把啾啾綁在頭頂 朝前面這樣看起來蠻Q的有沒有 沒有 看起來很Q 那前面這個毛流呢 你可以不用管它 因為 就讓它有點自然隨性的感覺 再來就是綁馬尾的時候 像這樣子的高馬尾也可以綁絲巾在頭上 那通常像 因為我頭髮是全黑的 所以我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就會綁個 有一點跳色的絲巾 花紋 那我現在就是用這個藍色的幾顆 直接這樣子繞在馬尾的根部 這個結的話記得要朝下 低掉一點點 因為它會被你的頭髮有一點點遮住 所以它只有在你稍微晃動的時候會出來 見面一下這樣 低馬尾同樣也可以綁一樣的方式 結一樣我會朝內 然後它就會像這樣子 一一偶爾出現一下下這樣 綁馬尾有的時候會編頭髮嘛 那個絲巾的大結的部分是朝內側 之後就可以綁三谷邊 綁三谷邊 那記得一定要綁緊 不然會散掉 絲巾就會被你綁進去 好像這樣 有一點復古可愛的感覺 如果你是後腦的時候 比較扁的人記得要挑一下頭髮 就像這樣 它就會很可愛 我覺得這個去海邊用還蠻Q的 它是有一點復古 但是 我們穿的很現代 看起來就不會像春菇啊 是不是 如果你覺得很熱 你想要把它收起來 你也可以直接這樣捲 就把它捲起來 就是 又是一個造型 然後有瀏海的話 就一樣可以把它撥出來 這樣子 看起來有點隨性 發型 戴帽子也超好看喔 怕賽的話 你看這個戴帽子也超好看喔 我覺得後面會有一個 髮包 把帽子疊住這樣 帽子就不會一直陷下去了 背面看 背面也很好看 那正面 為了不要太單調的話 就記得也是 就是 弄一點髮絲下來 那如果有人說 這個鬚鬚太長 就是我沒有這個鬚鬚 我的頭髮就是一路長到 胸前怎麼辦 你用電棒捲 把它稍微加捲 之後呢 它有一個捲度 再把它搓開 它就會 稍微比較縮短一點點 然後也會有一個捲捲的樣子 在你的臉旁邊 也會看起來很好看 這樣總共呢 我也分享了七個造型 雖然前面有三個 就是用屁股想到會知道造型 不過也是 稍微幫你們統整一下 大概會有什麼樣的造型出來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支影片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覺得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請幫我按個讚 或者是幫我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可以看到我 然後順便給我鼓勵 謝謝 看到更多的髮型 造型 想要了解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跟我講 然後如果我有研究出來的話 我就會拍一支影片出來給你們看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囉 希望你們會喜歡 掰掰 我記得有一次我去逛Outlet的時候 然後我跟我朋友 就有一個 她就說我進去一家店 一店的時候 旁邊有一個女生說 欸那個是 就是好像有人認出我這樣 但是意思叫不出我的名字 但是她馬上就是弄手機 就是找就找 然後找給她奶油看 但她比較害羞 或者是因為我們平常也就是 可能我臉很醜 所以她也不太敢跟我 她也沒有來跟我講話或相認 我就覺得有點可惜 不然我一定會很開心的就是 合照啊 然後想說什麼你看到哪一片真假的 我就突然想說 只有單方面的互動啊 我就覺得很可惜 很想要跟你們用直播的方式聊天 但 如果你們有 也想要就是 我來直播分享我的生活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跟我講一下 慢慢嘗試用直播來跟你們分享的 讓你們更了解我 然後 我們才有一個 雙方的互動 你知道嗎 這樣就是你留言的時候 我立刻可以回 這樣我們就有聊天的感覺 感覺超酷的啊